这个叫贝蒂的女人本是生活在漂亮国的独立女性 然而她却不幸被伊朗籍的老公骗去了她的家乡 在那里 女人出门必须五成一个粽子 不然会被枪击 而且那里的女性就像牲口一样低贱 贝蒂偷偷来到大使馆寻求帮助 却得知了她已经失去了漂亮国籍的事情 离婚的话 孩子也将判给丈夫 回到家后 抑郁逃跑的贝蒂更是被丈夫一顿毒打 并对她发出了死亡威胁 最要命的是 在这里 贝蒂就算是被丈夫打死了 丈夫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为了活命 贝蒂也只好假装顺从 在家里做起了贤妻良母 丈夫还以为贝蒂终于想通要接受这里的生活了 于是便逐渐放下了戒备 贝蒂也在全家人的目光监视下有了外出的机会 趁着家人都去礼拜的空隙 贝蒂提出想要独自外出买菜 丈夫同意了 但是她却表示女儿必须要留在家里 因为她确信贝蒂不会丢下孩子独自逃跑的 来到街上 贝蒂打算将手里的钱币换成漂亮国的货币 好在她遇见了一家商货店的老板 此人曾在漂亮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贝蒂顺利的在这里获得了打电话的机会 而老板也是越人无数 一眼就看出贝蒂遇见了什么样的困难 在临走之前 老板告诉贝蒂 他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来店里找他 很快贝蒂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 因为女儿每天上学都吵着要妈妈 所以家人将接送孩子的任务交给了贝蒂 这天商店老板也是神神秘秘带着贝蒂来到了领屋 原来他们还有专门帮助被骗来伊朗的妇女回家的业务 只需要一万美金 他就能离开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而且这笔钱还能获到付款 于是这天贝蒂就打算去学校接女儿一起逃跑 没想到的是丈夫碰巧也在 他连忙逃跑却被男人一顿毒打 而同为女人的老师们也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 上车后 贝蒂趁着丈夫付车费分心时逃跑了 他要离开这个糟心的国度 这次丈夫总算是没有追赶上 接着贝蒂就来到电话亭给大使馆打去了电话求助 可等他带着大使馆的人来到学校接孩子时 老师们说什么也不愿意将人给交出来 只是因为贝蒂的丈夫曾经交代过 除了他谁也不能带走孩子 最后的结局就是 贝蒂和孩子再次被丈夫给带回了家 而贝蒂也因为这次逃跑失败 而被关在了地理不住的工房间里 偶尔给他送点饭才续命 在孤独与恐惧之中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